这几日,帝君和帝后情色之好,鸾凤赫鸣,如交思期的传言铺天盖地,大有不休止的一头,让仲林多年来的苦心一朝复之东流。 待到东华离开前一日,他将滚滚和凤九一起送回了青秋,温爱缠绵一夜。 第二日,东华吩咐仲林几句便让他回酒重天了,凤九依依不舍,拽着东华的衣袖,不想放开。 东华看着他微微嘟着的猪唇,和可怜巴巴而又透着浓浓眷恋的眼神,晃了一下神,当初他领小白刚去碧海苍林时,他想要得到好处时美美喜欢对他撒娇,可自打星光结界被迫之后,滚滚和他相认,小白就总是端着一点点娘亲的架子,很少会与他撒娇了,他不觉好笑,刮了刮他的翘鼻梁,眼神如同柔和的心灰,乖一点,等我回来。 嗯,声音里四含了嘶笑意,凤九最爱的就是他此时的语气。 于是,扑到他的怀中,用小脸蹭了蹭他的衣衫,娇俏地哼道,那,要快点回来哦,我昨晚给你做了糖狐狸,记得带着。 看着他羞红了小脸的模样,东华挑起眉毛,轻轻地吻在他的额尖凤语花上,滚滚在旁边看着娘亲,都惊呆了。 在凡间的日子,他都不曾看到过,没想到,娘亲也有这样的一面,可,可这不是小孩子专用的吗? 例如他,而帝君只是摸了摸他的头,道,这几日你便陪你娘亲睡吧,记得半夜帮你娘亲盖被子。 滚滚,他不想抱他父亲了,东华拿着用琉璃盒装好的糖狐狸,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 凤九凝望着他的背影,直至消失在天际,才依依不舍地回了房中,还一副捏捏的样子,直到东华往西天方向飞去许久,才发现怀中被凤九塞了几个药瓶,拿出来一看,一瓶是给他服用的药,另外两瓶却是他的心头血,特意用了鲜树滋养着。 还有一只花间,画了几多佛灵花,花间上有着一行秀丽的小字,每日一滴灵药,三滴血。 还在花间的末尾处画了一个小狐狸,小狐狸的额尖也有一朵凤语花。 看着花间,东华心中微微一酸,会心一笑,温柔地吻在小狐狸上,仿若吻他一样,在小心地叠好放回怀中,凤九自从回到了青秋,除了帝君走的那一天唯米不振地窝在床上, 第二天便精神抖擞地出窝了,滚滚被他送到青秋的学术,而他自己回到小猪楼里份笔记书。 直至承议员经过了两日来青秋找凤九,进了他的房间,就发现满屋子都是扔的纸团。 承议狐疑地打开一个,发现里面写了诸多计划,例如修炼仙术,修习阵法等等,还将诸多学科的进度标了出来。 承议看到他好多学科都画上了圈,凤九不好意思地告诉他, 这些学科他评宿都为怎么努力休息过。 承议无语地看着他,莫非,你这几万年进逃课了吗? 凤九羞红了一张小脸,咬着毛笔不作声。 承议无奈地摇了摇头,思索撞片刻道, 哎,好吧,这段时间左右我也没什么事,我和你一起整理下吧, 如你这般懒散的修炼也能这么快成了上仙,还真是。 于是,在承议的帮助下,凤九终于将这些西数整理好了, 且地精灵行之前,命中灵带给自己诸多书籍,自己也要开始认真休息了。 哎,若是地精是夫子该多好啊,听着他说话也适中享受啊。 凤九偷笑着想了想,后反应过来,不对, 若是地精是夫子,以他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风格, 连自己走神没有漏听他的话,都要责怪一番, 自己怕是连偷偷休息都做不到了。 该说不说,地精虽然平时是蛮娇宠着自己, 但是,实际上他在教导自己时,还是很严厉的,而且一向认真。 其实地精曾说过他容不得他人作假,倒的确是真的。 在他修习上古史时,便知道,当初他还是天地共主之时, 有属下犯了错,若是老是认罪倒还有一丝生机, 倘若有所隐瞒或抵赖瞒报,便是小罪他势必追责到底, 甚至诸连泉足,他的手腕一向铁血而无情。 想想,当初他休息上古史时对他是多么痴迷啊, 还曾幻想过若是自己生在那个时代,该有多好, 这样,他也可以追随于他了,而如今,自己是他的妻子了, 还与他有了属于他们的家和娃娃,凤九又偷笑一番, 成玉看着凤九花痴的模样,着实很无语, 看来自己刚才说的话他又没听进去。 这只小狐狸,自打成玉援军来了青秋后, 凤九终是理清了不少,还将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了一番, 趁着帝君去了西天范境,便将自己一往修炼不经的仙术重新修习。 但剑术却并未修炼,凤九想着, 带帝君回来后,让他来教自己岂不更好。 莫说青秋,就是这四海八荒怕是也无人可比, 帝君的剑术精彩绝伦且玄妙无比, 造诣颇高,直至入境。 当初在泛银鼓时,帝君随意点拨的几招便让自己轻轻松松过了殡葬之礼的阵法, 他的方法与其他老是不同,没有那么多的花画架子, 他一向讲究使用最好,能用一招便不会浪费力气, 可能这与他当初的经历有关,当初他无论是在打架时, 还是在战场上,诸多妖魔鬼怪,若是讲究花画架子, 怕是累都要累死了。 丛林给他拿过来的诸多书籍中,大部分都是仙术和阵法, 还有一些兵器锻造的书籍,大部分都比较繁琐而晦涩难懂。 帝君一向喜好钻研复杂的仙术, 譬如十二莲花镜中的佛影伦之术,帝君施展时甚有派头, 要延续此法不光必要经营各类阵法,各种阵法的妙礼所在, 习此术之人更要精通佛力,以因果缔造轮回之印, 通晓轮回之人必是达到九柱星的上层境界了, 故而,就算是整个八荒六合,便也只有帝君、佛陀, 还有默仁上神三人习得,此真法便不是所有人都敢尝试的, 当初多少上神与神君欲习得此术, 却因不能固守本心,勿参轮回,导致仙缘被毁, 毕生修为静散,甚至有不少上神参务时当场陨落, 好在,帝君知晓他的水平如何, 拿挨的书籍中都是牢固基础的,并为有危险的仙术, 而且,帝君还给他准备了暖玉相连作点, 不仅可以修养仙身,还可以在言习仙术支持明神静气, 不致走神反噬,看着这些帝君为他精心备好的事物, 凤九心里甜蜜蜜的,一连十几日,凤九都将自己关在竹楼里, 倒是让白真甚是忧心,以往让他认真修炼, 倒是总是推腾再三,总想着逃课, 现下却又如此极端,将自己锁在竹楼里, 若不是每日还给滚滚准备吃食, 怕是恨不得不吃不睡的修炼了, 故而,白真甚为担心,让哲言送去几瓶桃花醉, 让他抽空放松放松,但白遇上神很是满意, 很是欣慰,小九终于长大了, 白纸胡帝更为满意,小凤就不愧是青秋最小便飞升上仙的, 如此努力勤奋,再加上有地精相助, 待他成为上神之后,继任青秋大统, 交到他手里,他便能放上120个星了。